我是白開嘴那時候 剛出生的時候 在月子中心都好好的 然後一出月子中心之後發現 哇 白開嘴 尿布疹 尿布疹 然後問媽媽妳是怎麼照顧 然後她媽媽會講說 你的尿布疹 你的汗疹 你要用肺子粉 然後弄得把它弄乾乾的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尿布悶住它才不會就是 長疹子 濕氣 濕氣 對 然後後來在家裡我就照著做 跟著這樣做 然後後來發現 每次在換尿布的時候 我都發現都 對 會結塊 然後後來就不行 後來就覺得還是不要 你是說肺子 那個肺子粉會結塊 對 會結塊 因為一直撈湯 就有一點湯湯水水這樣 然後後來就不行 後來就帶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那天想說 這個很嚴重 你要讓他就是 尿布要常常換 然後那段時間就 晚上都睡不好 因為我跟小可兩個人 就是要輪流起來 要幫他們換尿布 對 要不然那個 那個枕頭就好不了這樣 要保持乾燥 對 其實醫師的角度 我們都不鼓勵用肺子粉 不管是什麼中藥 或者是說傳統那種白色的 因為它只要遇到水 就會結塊 就會增加膜 那如果像肺子膏 它其實出起來像乳液 可是乾的時候會像肺子 包包的一層那 可以 因為像還有一些 玉米粉做的 它比較單純一點 那種勉強還可以使用 對 常常會有媽媽問 皮膚的意思說 可不可以幫我 背一個尿布疹的藥 我說不行 你要看當下的這個狀況 要打開來看 他說他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就沒有 要開什麼藥 一定要有狀況的時候 醫生才知道開什麼藥 自己不要亂擦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先說 以前沒有尿布疹 為什麼現在有 你是因為最近拉肚子嗎 那我們要解決你吃的問題嗎 你是因為最近 換尿布換得不勤嗎 那我們就要解決 換尿布的這個頻率 你是因為有感染嗎 那我們就要針對 黴菌或細菌要治療好 最常用的那些 什麼氧化新的這些 就是隔離 就是比較單純針對說 讓便便不要接觸到皮膚 但是如果進階版的話 有一些可能含有類固醇的藥膏 剩下抗發炎 在進階版有一些抗黴菌的藥膏 了解 把細菌 黴菌殺死那樣這樣 對 但是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們人很容易混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汗疹這些東西 有一個東西叫汗斑 汗斑就是黴菌 叫做 俗稱花斑銜 它可以是 顏色比較深 也可以顏色比較白 它就是一大片 然後一塊一塊很像水滴 所以它這個會突出來嗎 微微的 非常 而且它不一定會癢 這個不太癢 所以你可以摸摸看 然後有時候我們醫生 汗斑我們會拿刀片去刮 會有小訊息 但我們技術很好 都不會流血 所以 幹嘛沒事去刮它 不是 這刮下來有意義的 它刮下來的時候 就會去顯微進去看 裡面都是 我們叫做義大利麵跟肉球 就是是一個 義大利麵 黴菌的那個畫面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檢查 KOH檢查 那當然我們臨床 有時候用看了就知道 它會傳染嗎 會傳染 這個會傳染 如果你們家的先生 或是家裡其他人有 我們就是建議 真的喔 那流汗就是等於是一個 很潮濕的環境 所以這個黴菌會長得很開心 就是像這樣叫汗斑 像這個案例是長在背上 它多的我們看過 長到一路蔓延到臉上 它不自覺 因為它不太會癢 所以這個是會傳染的 黴菌的叫汗斑 那我們剛剛說流汗很熱 身上像砂紙那個叫汗疹 可是我覺得 剛剛大家聽到會傳染 心中就已經有點害怕了 可是有些疹子 你看到的時候 要更擔心 尤其像那種小小孩 如果你發現他呢 有點發燒 應該說他發了燒 然後活力不是很好 然後他可能還有腹瀉 這個時候他出現紅疹的時候 真的就不能過度輕忽 之前有個醫生就說 他就是遇到一個小朋友 那家長一開始想說拉肚子 然後後來看到紅疹 想說是皮膚過敏還是腸病毒 一般看到疹子燒 就想到這兩個事情 結果後來發現不對了 因為整個小朋友 他的那個肚子都鼓起來了 然後活動很差 趕快把他送去醫院 醫生一看到肚子鼓起來 看到發燒 膚血紅疹 醫生非常緊張 他是感染一個非常要命的 叫做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很緊張 因為他那個整個啊 後來他們幫他做手術 因為他整個腸子啊 醫生形容 所以他第一時間是先把已經破掉 那個段結掉 所以他肚子大 是因為裡頭的那個 那都已經被他吃了 吃了很多 可能有點那個脹氣來幹嘛 然後說先把被吃了 破破的腸子結掉 然後設法看看能不能那個 可是他也不敢關起來 因為先用暫時性的覆蓋 因為他要講說 他不知道他壞死多少段 因為一開始是結 然後後來又發現 怎麼有一段又濾掉了 再結掉 你發現有一段又濾掉了 再結掉 他說那個小小寶寶啊 在三十八天之內啊 開了十二次手術 天啊 才終於把命救回來 而且他暫時做一個人工肛門 讓他可以從 分辨從那邊出來 但是這次運氣好 是有救回來的 他說他之前遇到一個 因為可能 家裡可能比較 醫療資訊沒那麼前進 然後住的地方可能 就醫也沒有說非常發達 來的時候 後來就沒有救回來的 這個 這個 如果你真的講說發燒有疹 我們會覺得是玫瑰疹 或什麼事情 對 玫瑰疹就放在那邊 你就讓它退燒就好了 對 它就自己好 對不對 那個疹子冒出來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很討厭的一件事情 尤其天氣很熱 所以要問問看 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大家 我說我們家那位同居人 他近兩年 他時不時就開始濕疹 都一塊...這樣子 全都在他的上半身 背部 脖子 什麼肩頸 反正就是地方換來換去的濕疹 然後 他一開始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跟他說 那你就是擦藥膏 換天然的沐浴乳 這樣子就好了 於是他就開始擦了 買各種藥膏回家擦 換了無數種的那種沐浴乳回家 然後就還是一樣 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 接著他就開始花大錢了 他就開始 就是什麼床墊床單整套 他可以全套都換什麼 防塵滿的那一種 然後濕疹還是一樣還沒有好 然後 然後包括他的內衣內褲 也是每半年二三時間 這樣整批 整批 這樣子換 然後有一天他就會跟我講 他很扯 他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一定是那個 辦公室的辦公桌 有問題 才會讓我身體這樣悶住 長濕疹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換一張 符合人體工學的 辦公椅來做做看 這樣子才能透氣 然後我就超沙眼想說 這樣講好像有點合理 又不太合理 感覺就是要花錢的那種感覺 好 就讓他換 然後 濕疹還是一樣沒有好 他就去換了一台洗衣機 什麼洗衣機 什麼水溫要超過四十度以上的 可以殺菌 所以他又換了一台那個 但不會連車也要換 對 他最近有在講 不是雞皮不輸 我覺得他是找藉口 所以換了那麼多 還是沒效 完全沒用 那當你花這麼多錢 在環境的改變的時候 可是有一些根本的問題 根本沒有解決 第一個我會問你 你到底有沒有好好的睡覺 你十二點睡了沒 你就每次都三四點睡 十二點沒有 沒有 沒睡 我們背記回答你 對 對 所有人都搖頭耶 對 就是當你 正在皮膚正在癢的時候 不管中西醫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那發炎指數才會降下來 所以你花很多錢 在你的寢俱 在你的環境 可是你的作息沒有去調整 那可能有的病人會說 我以前都沒事 就像土石流 總有一天會崩吧 所以當他發生這樣的問題 我們第一個是 很多內在的因素 內陰性的 不是只有外陰性環境 你自己的作息時間 你的飲食 你的情緒壓力 交換神經這些 有沒有去做調整 然後這些去做了調整 再加上環境 再加上跟醫師配合 來去排除所有有可能的因素 這樣子才有可能進步 不然你花很多錢 結果在一些比較 也許不是那麼直接 相關的因素去改變 對 像我比較常去日本 那我們就是會癢的時候 你看像我這樣坐在這裡 我也會癢 對 為什麼 沒有 我就是這樣坐一坐 然後換了 對 這樣一直怪怪的 亂說 不是你有癢嗎 有 就是我會習慣性 就是有癢 真的耶 所以我常常會這樣 所以我身上都會帶一些 像這種涼涼的 那個很舒服 對 因為就至少它是涼涼的 而且它可以止癢 對 它可以止癢 它前面有個刷頭 可以隨便幫你抓癢 有沒有 我就會常常帶這些在身上 不然就是像 日本現在不是很流行 那種噴了會很涼 對 降溫 讓你身體可以降溫 對 所以為什麼我也很怕熱 所以其實我也是要待在那種 比較涼快的地方 所以我為什麼不運動 真相大白 真相大白 我們也很流行 很流行 那我覺得我老公跟你很像 因為我老公也是會 就是有一個AD軟膏 也是日本的 然後他就是只要 因為他的面積比較大 他已經不是只有一小塊 所以他有時候是要擦 就是有時候說 幫我擦一下背 那個擦起來是幾乎要三分之一罐 才能擦到他全部的面積 然後他擦完之後 就真的會比較舒服 比較不癢 但是比如說我跟我的小孩 另外一個小孩 我們的方式就是 我們會洗 就是洗比較清涼的沐浴乳 然後因為聽說好像 是有點涼涼薄荷成分的 因為我之前有聽人家講過說 有每個人的皮膚上面的 就是菌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說菌比較少的話 如果遇到一些潮溼的天氣 它可能比較不容易發起來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如果讓身體保持乾爽清爽 然後把菌洗乾淨一點 比較不容易復發 其實剛剛那幾樣 你們都看不懂它的成分 拿來問專業的皮膚科醫師 一翻開來看 要不是薄荷 要不是髒腦 還有最可怕 你們都不知道有的有麻藥 像那一罐那個像膠水 其實它裡面是有 難怪它就不癢了 對 所以它寫第二類用藥 像這樣子日本的成藥是 它的副作用是中等的 所以它是救急 譬如說我現在在荒郊眼外 我不能看醫生 我真的好癢 我擦一下可以 可是你不要常規 我每天不擦它不行 你這樣累積下來 其實量都滿多 那至於剛剛說 AD的這個 是小股大碗 但是它這個有一個 不同的配方 它有不同罐子 你要去看 對 那它第一行就寫 它有類固醇 只是它寫的是 日本的文字 所以台灣人看不懂 那有一些在日本 我們買到的藥妝品 為什麼現在 我們衛福部會規定說 那個什麼幾個藥 只能再幾條 不可以帶太多 因為其實它是有藥性的 那你像剛剛說的AD 如果你擦到的是有類固醇的 那你長期累積下來 雖然它是弱效的 長期累積下來 皮膚還是會受到影響 所以台灣人很奇怪 就是說 你去日本買 你在台灣你會跟醫生 很凶狠地說 不要太類固醇 然後自己去藥妝店 掃一堆回家 然後很小心在那邊擦 可是那個副作用是什麼 比如說很多它會呈現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你本來是濕疹 那你擦到類固醇 擦太多 就會毛囊眼跑出來 那有人會長毛 長毛 會長毛 對 然後呢 那擦頭上會不會很長 沒有 擦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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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日廷辣生命長毛 骨子 而且皮膚會萎縮 皮膚會像指一樣會變薄 別忘了訂閱 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唯科 片 又 你 請 夥